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做温暖润肺的雪梨银儿饮料 我们有10克白木耳,65克冰糖,还有两个雪梨 先用凉水把白木耳泡发 你可以多倒一点,把它盖住也可以 然后把雪梨去皮去盒,把它切成小块 这个怎么切都可以,只要切成小块,好煮就可以 把泡好的银耳剪去根部,那些发黄的地方 你顺便可以看一下,不太好的就剪掉 然后我们弄一点清水,把它洗干净 1500毫升的水,把它下锅煮开 大火烧开了以后呢,用小火炖个30分钟 你看有一点粘液出来的样子,我们就可以把雪梨加进去 另外再煮上20分钟 传统上说冰糖是比较清凉的,可是煮过的冰糖就上火 所以我们等到东西煮好了才加冰糖 我其实也不知道到底对不对 不过大家都这么说,反正我们后面放也没什么关系吧 确认冰糖都融化了以后呢,我们用搅拌机 来把它给搅碎,你如果没有这种打汤的机器呢 用其他的也可以 把做好的饮料倒在杯子里 这款饮料非常温暖润沸,适合在春天喝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,欢迎订阅 谢谢收看 谢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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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